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 两种人不断的征战 并不是我们常常以为的共产主义对上资本主义 也不是什么民主党对上共和党 不是蓝州对上红州 而是好人对上坏人 有道德良善的人 对上无耻跟邪恶的人 保护以及尊重生命的人 对上屠杀以及奴役生命的人 这些坏人一心只想要毁掉这个社会 他们认为人类的进步 让地球不断的受伤害 不环保贪心 所以他们认为说 只要有更多的人死掉 只要人变少了 世界就会变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时代 会看到一个这个集权的社会 一个全球政府的兴起 他们使用一个警察的社会 来封锁整个国家 他们抵制populist 有任何有这个人气的红人 或是爱国者 任何想要自己独立出来 想要自己自足 或者是想要美国 或是你住的国家 变得越来越好的人的声音 全部都要被抹杀 然后我们的警察社会 会确保政权被保护得很好 如果你对于这个政权 有什么不同的声音的话 如果说你批评在上掌权的话 你就会被封锁 去被锁定 调查 甚至灭口 左派想要创造一个 人跟人之间 没有任何彼此信任的社会 每个人都彼此憎恨 他们之间没有友情 没有朋友 只有政敌 随时你的朋友都可能背叛你 万圣节刚过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情况 OK 以下是万圣节要糖果的情况 一堆非法的移民 对于美国的文化 美国的价值观 没有任何的尊重 跟了解的情况下 发生了这个样的事情 有过过万圣节的人都知道 这些糖果是那家人 拿来分给小朋友的糖果 我家不过万圣节 有人如果来跟我家敲门的话 我会跑去跟他们说 万圣节是一个鬼节 我们是基督徒 这是一个让敌人 跟魔鬼侵入的节日 如果他说他们也是基督徒的话 我也会告诉那个基督徒说 不要以为什么南瓜节 OK 南瓜没有做任何事情 没什么好庆祝的 南瓜就只是一颗南瓜而已 连续两年 再也没有人万圣节来敲我家的门了 不过我想回到刚刚这个影片 证明了一件事就是 我们的文化 我们互信的机制 正在被摧毁当中 或是已经被摧毁掉了 左派要做到的就是 他们连自己都要攻击 连自己都不能彼此信任 例如这个新闻 纽约市的市长Eric Adams 再度批评那些觉醒的民主党党员 Eric Adams是一个大左派 他喜欢大政府 喜欢政府控制健保 教育社会安全 他喜欢可以掌控一切 他喜欢民主党的方向跟政策 他会说一些民主党常常说的东西 关于种族的 还有这个世界怎样不公平 之类的谎话 但是根据这个报导 他会批评那些 觉醒的民主党人 会说你们太觉醒啦 这跟现实的人已经脱节啦 这个样子的东西 同时他也非常反对 目前拜登的移民政策 而且非常公开的批评 说这样子移民政策 继续下去的话 纽约市就会毁灭 没错 之后他的确 有说什么德州的 Greg Abbott 怎样怎样 佛州的 Ron DeSantis 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其实 最主要的就是 大家其实都知道他说的是 Joe Biden怎样怎样 但是他不能这么讲 因为民主党需要纽约这个大蓝州 如果没有纽约的话 民主党就不可能赢也不可能掌权 纽约跟加州一样是摧毁美国最主要的两个地方 所以他就决定去华盛顿一趟 跟Joe Biden讨论一下接下来的方针 或许还会被录影机拍下来 我不知道他们会说什么 Eric Adam对于民主党来说 是一个不算是最听话的市场 常常上节目 常常被拍到跟自己的党过不去的人 批评党的方针 结果11月2号 Eric Adam要去华盛顿的时候 突然取消行程了 这个很奇怪 因为他在出发前还录了个影片 说他要去华盛顿跟国会 还有白宫来讨论 目前的非法移民该怎么办 然后就要他上飞机之后 才刚离开纽约几个小时 就发生了一件事 Eric Adam的竞选筹款负责人 被FBI抄家了 可能因为跟土耳其的政府的贪污案有关 那负责筹款的人 大家应该都知道 大概是一个政治人物最重要的一个人了 报道上面说 Brianna Schrock的家被FBI抄了 Brianna Schrock是Adam的筹款负责人 跟纽约的市长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导致纽约的市长取消了他在DC的会议行程 就在他去的时候 FBI抄了他家 我们来看一下当下的新闻报道 Brianna Schrock 這個非常的奇怪 因為民主黨的人 在民主黨統治下的政府 基本上是不會被攻擊的 歐巴馬的貪污案 然後他家裡死了人都不會怎樣 歐巴馬還曾經下令 無人機在燕門 一個跟美國不是戰爭當中的國家 殺死了一名16歲的美國人 都不會有事情 殺人都不會有事情 希拉蕊的硬碟案也沒事 甚至一個跟柯林頓的家族的關係人 被綁在樹上 胸口上有兩發散彈槍的槍口 都可以說是自殺 OK 那Joe Biden的兒子Hunter Biden 吸毒嫖妓非法持有槍枝 亂倫貪污也都沒事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今天一個妓女 因為吸毒過量 死在Hunter Biden旅館裡的話 我覺得啦 Hunter Biden大概也只會拿一道一張 亂丟垃圾的罰單而已 我想這東西我想說的就是 民主黨裡面的紅人 基本上連殺人都是可以的 而紐約市的市長 在民主黨圈子裡面 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職務 那他今天出了這件事情 我們就可以想 這個是民主黨在親黨嗎 這是一個政治的恐怖威脅嗎 或是因為Erik Adams上成間節目說 覺醒文化必須死亡 還有Joe Biden的移民政策 已經永遠的摧毀紐約市了嗎 是這個樣子嗎 那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 還有他上了CNN Don Lemon的節目 在上面講說 決心很糟糕 Woke Suck 然後你也是一個爛人Don Lemon 總之他是民主黨機器 很重要的一部分 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他竟然敢以紐約市長的身份 上節目媒體上CNN 批評我們的最高領袖 最高領導人 他在節目上面說 我一直都是自由派啊 但是現在自由被奪取了 進步這個詞被奪取了 我就是一個追求進步 跟追求自由一輩子的人 然後現在這些瘋子 奪取了語言 摧毀了我們的教育 我們不該這個樣子 在這國家的數字的少數人 他們都被拒絕了 變成了俄羅斯 我一直都被拒絕了 你看看我從警察施政策 保護、教育 但是我們都讓我們讓一大小的數字 然後他們被拒絕了 真正的意思 對 他說的東西我當然不是完全同意 但是某層面是跟這些瘋子比起來的話 是同意很多的 但是在民主黨裡面 在一個極權的政黨裡面 你不可以這樣說話 OK 領導怎麼可能犯錯 民主黨怎麼可能有錯誤 就跟當時周恩來批評毛澤東一樣 直接下崗 鄧小平也是直接下野 全部貼上反動派 所以趁你移上飛機 BOOM FBI抄你家 因為 一個民主黨的政治人物 有貪污 這很令人訝異嗎 這很奇怪嗎 這個會讓我們以為 聯邦政府真的在打貪腐嗎 就像習近平的反貪腐活動 有中國人會認為那是真的在反貪腐嗎 還是只是在反政敵而已 以下是紐約的地方新聞 給了為什麼 Eric Adams 籌款經理會被抄家的解釋 因為 Eric Adams 有長期的貪污嫌疑 一個民意高 niemand 以市場判決易 而賺互 民主黨 市場判決於 8710910的判斷 公司연唯一 看法議員有udい 侍化 пер Whose 決定銀行協設 ai你罹 だ 凌。 人伺候 登全 政治 hope Dwayne Montgomery asked the mayor's office for construction jobs, assuming Adams was elected. In one email between two defendants Shamsudan Reza writes to Dwayne Montgomery, a retired police inspector about a potential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Brooklyn, saying FYI, this is the one I want. Safety drywall and security, one project, but we can all eat. Please show it to him before event, it will start when he's in office.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e mayor is not charged, nor is his campaign, a campaign spokesman saying we would never tolerate these actions. But according to political consultant Hank Scheinkop, this case doesn't help the mayor's narrative. Yeah,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本來準備了另外一個新聞 是關於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戰爭的 我想要討論的就是 巴勒斯坦政府接受電視訪問的時候說的話 證明了為什麼我們要支持以色列 為什麼我們要保護以色列 為什麼讓人道組織去加沙地帶 其實一點意義都沒有 但是我們要說說的話,我們要求的 是什麼。不說的話,我們會將其他 進行動的 就來想說的話,我們要向另一個 或者是一次三個目標的話 不是,這是二個目標的 kunnen說? 或者是三個目標的 如果我們要轉移動、仍然存在 我們離開總共存在 但是我們可能要算 我們要打算 我們要和你們 說話三個目標的 那里我想,真的不好,我们子之体可以进行进行进行里的一aste 一个培计方式,你会要不要收剂,四个培计方式 还是要结束,所有人啊所有人啊 都没说因为是一个培计方式,但是我会看到,所有人都是要合成的 那是一个培计方式,所有人的房屋,所有人都没有 这些培计方式是一个培计方式,全是因为有的培计方式,所有他们都是 这是一种培计方式的行动,但是不是一种培计方式,深入内套的 我们在培计方式,我们几个月之后,我们是一个排统的 我們要做了不斷的 它是正確的 不斷的 那這個是我本來要討論的新聞 但是星期天早上的時候 我醒來然後看到了一個 更值得討論的新聞 就是美國的華盛頓DC 發生了重大的叛國暴動 insurrection 不只是這個樣子 世界各地的美軍基地 也有很多地方遭到了恐怖攻擊 insurrection OK 叛國暴動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使用暴力 來推翻原有的政權 原有的政府 大量的巴勒斯坦支持者 衝到了白宮前面 破壞了白宮的圍牆 跟白宮的警察發生了暴力衝突 舉著一個仇恨美國的外國國旗 一群民主黨的人帶著一個敵國 一堆人帶著一堆的敵國國旗 跟那個World War Z 這個一樣的這些殭屍一樣 衝進白宮 摧毀公共設施 摧毀聯邦的財產 暴動 這個就是一個叛國 有人會被起訴嗎 Nah I don't think so 螢幕上看到的是一個 是德國支持巴勒斯坦的遊行 上面好像有好幾十萬人 華盛頓DC說30萬人支持巴勒斯坦 帶著各式各樣的左派標語在大街上遊行 BOM的標語 黑名貴支持巴勒斯坦 變性人 性別錯亂的人支持巴勒斯坦 同性戀支持巴勒斯坦 你們知道 如果你們 就是我來說左派啦 你們知道你們這些左派如果在巴勒斯坦的話 會被怎樣嗎 這些人其實他們不知道自己在遊行什麼 只是很無能 很無知 很無恥 而且很無聊 所以就跑到了我們的首都 然後把我們國家的首都摧毀 當然 某層面上面我們還是跟 沒有人是真的敵人 我們還是可以從敵人當中找到共識的 對或許這就是F.Joe Biden OK And Genocide Joe 或許這個就是共識吧 他們把巴勒斯坦的國旗放在Andrew Jackson的雕像上 好像Andrew Jackson是為了巴勒斯坦在1813年擊退的英軍一樣 By the way OK Andrew Jackson是民主黨的創黨人 創始人 有大量的黑奴 沒有小孩 領養了一個 領養了一個小孩 他死了之後 他小孩就 13年內就把他的工作一輩子的積蓄跟家產全部敗光了 這個就是最完美的左派的概念 他就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個樣子的人 這個是喬治華盛頓的雕像 對 OK 美國的革命戰爭 是為了巴勒斯坦打的 OK 是為了Free Palestine打的 然後這個是富蘭克林的雕像 蓋上了他們的這個包在頭上的這個圍巾 Hijab 好像 好像叫Hijab吧 我不知道 OK Hijab是男生戴還是女生戴的 反正他們在做的事情就是 摧毀我們的文化跟歷史 還有篡改我們的記憶 在白宮的門口全部蓋上血手印 如果還有人不知道還有基督徒不知道 他們在利用以色列跟哈馬斯的戰爭在做什麼的話 現在應該非常清楚了 他們就是要摧毀美國 不只是美國這個國家 是包括美國的思想 美國的文化 美國的歷史 他們要用他們的英雄來取代我們的建國國父 就跟穆斯林一開始做的事情一樣 用莫罕默德而取代了耶穌 創造了更多的仇恨 然後更多的人不讀聖經 本來是讀他們都是詩篇的可蘭經 他們的目的只是要摧毀美國而已 任何方式都可以 讓我們來看一下他們鬧內鬧的樣子 這個ici性是強化的 製作者是強化的 兩種中共在封嗎 他們進化了 他們條件人 在這種類似說 對這個類似說 對這類似說 在這類似說 we don't agree with your fate Thank you What religion are you разговор? What religion are you? Whoer are you then I don't struggle with something, my boy what you identified? Yang is a little coward What you identified? ie doesn't have a religion What you identified?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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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ole ye 為什麼 BMO satu No what you identified? What do you identified before you disturbed? ing hunted lover fibural 看到這裡 我來幫大家總結一下 現在目前的世界有多麼矛盾 一堆不是巴勒斯坦的人 在國外支持著哈馬斯的政權 對於巴勒斯坦人的暴行 一堆穆斯林的國家 拒絕幫助同樣是穆斯林的巴勒斯坦的難民 哈馬斯政權下被打壓的巴勒斯坦人 用自己的身體 用自己的肉身擋住 擋著哈馬斯的大炮跟火箭 以為這是犧牲 這是聖戰 一堆同性戀 變性人 心理變態的這些左派 支持著會屠殺他們的回教國家 卻以人權的理由來推翻西方的國家 還有非常多的例子 有很多基督徒看到這一切之後 然後這邊說 我們要馬上停火 然後給巴勒斯坦人道支援 基督徒甚至牧師聽從主流媒體的聲音 甚至陰謀論 什麼是假猶太人 可薩猶太人 然後現在的以色列不是古花果樹 取代神學 時代論 然後支持哈馬斯 支持恐怖分子 牧師聽到什麼文獻世界周報 說以色列被攻擊就不能反擊 應該要馬上停火 讓恐怖分子繼續囂張的恐怖攻擊 只因為什麼華神的前校長發了什麼推文 馬太福音24章第4節開始說 耶穌回答說 你們要謹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 我是基督 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 總不要驚慌 因為這些是必須有的 只是末期還沒有到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饥荒 地震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 也要殺害你們 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 當我們不知道敵人是誰的時候 我們就是會互相攻擊 沒有理由的互相攻擊 當我們不知道我們的主 我們的神是誰的時候 我們就是會自相殘殺 這就是為什麼 保守派一定要是基督徒 而且基督徒一定要是保守派 能解決以色列跟整個中東戰爭的唯一方式 其實跟能拯救還有翻轉美國的方式 一模一樣 就是耶穌基督 只有當我們把耶穌當成是我們的主 我們生活的目標 我們活著是為了耶穌活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得到和平 才可以有一個正直的國家 因為有了耶穌人人都是剛強的 沒有耶穌世界就分成了壓迫者跟受害者 我們會為了人有沒有戴口罩 而彼此攻擊彼此真的是扭打 為了人有沒有服從政府而互相打壓 每一個都為了政治立場 種族文化習俗互相抹殺 以為自己代表的是多元平等跟自由 而且每一個人都以為自己是正確的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